时间过得真是飞快 转眼前2020年就要过去一半了 在上个月月底的B460发布的时候 二斤就对比过B460和B450 以及B360的微星排击炮系列主板 如今在马上就临近618购物节的时间节点 AMD终于发布了新一代的B550主板 这一次我们终于可以好好来看一看 英特尔与AMD两家的全新终端主板对比 顺便来说一说B550这块主板值不值得买吧 今天我们拿到的B550主板 依旧是微星的排击炮系列 当然这样才是有对比性嘛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两块主板的正面对比 相同的家族设计语言 乍一看两块主板还是很相似的 全新的B550排击炮也像B460一样自带了IO挡板 并且正面装甲的面积要更大 不像是B460那样短了一截 但是B460的顶部散热装甲也更加宽大 可能这样子的设计是为了平衡用料吧 在CPU供电方面 相比12加1加1项供电的B460来说 8加2加1项的B550表面上有些挂不住面子了 但B550这每一颗电感都最高能承受60A的电流 而B460的供电是分成了上下桥的设计 电感也分成了30A与55A这两种规格 所以理论上来说B550的供电规格不会比B460要差 不得不说B550这样子的CPU供电的确让人有一些期待这款主板的表现 主板正面另一大差别就是CPU下方这里的M.2散热装甲上的文字 没错啊 B550主板是支持PCIe 4.0的 搭配海盗船的MP600硬盘 在AS SSD里面可以轻松的达到顺序读写4000MB每秒的成绩 虽然两根M.2插槽中只有上方这根支持 虽然在之前二斤的视频里面 我们也验证过目前市面上主流的PCIe 4.0固态硬盘产品 普遍性能、稳定性还是比较一般的 但是这毕竟是大势所缺啊 对于消费者来说就是我可以不用 但是你不能没有 同样下方PCIe插槽也支持PCIe 4.0 这项面对未来的技术 希望能在下一代显卡产品中给我们带来真正的惊喜 在B550主板的右下方 我们能够看到B550芯片组表面 并没有使用到主动散热 而是一如既往的使用被动散热装甲来提供散热 看来B550芯片组也的确没有X570芯片组那么的火力四射 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无论是B550主板还是B460主板 都额外带有6个SATA接口 以及最新的前置USB Type-C接口 随着现在越来越多的机箱兼容了Type-C接口 那这一点的改变也能给我们带来更大的便利 来到侧面的IO部分 这里B550就明显要比B460豪华了 除了两者都有的2.5G的高速有线网口 以及其他的基础端口外 例如两个USB2.0等 那B550比B460还多提供了一个Flash BIOS Bottom的按钮 也就是可以实现在没有CPU的情况下刷新BIOS 此外B550排击炮还把一个USB Type-A接口以及Type-C接口 从B460上面的USB3.2G1协议的5GB带宽 换成了支持USB3.2G2协议的10GB带宽 这一点可以说是非常实用的一点了 好了 说完了主板的主要信息 我们也要来实际做上机测试 进一步来对比一下两个平台的表现 这次Intel而使用的CPU是i7-10700 而AMD方面使用到的是3800X 我选择这两颗CPU的原因在于 它们同为8核心16线程的规格 并且售价方面相对而言比较接近 根据目前京东上面的报价 两者仅差350元左右 在内囤方面我们用到了 芝奇皇家级4000C17 两根总共16GB的内存组合 显卡方面我们用到了 微星魔龙2080Ti 硬盘方面是海盗船的MP600 最后在散热方面也全部统一采用到的是 猫头鹰的NHD15 不得不说这个散热器的确很大 为了不挡内存 我们无奈只能把第二个风扇略拔高 接下来就让我们去看看它们的表现吧 在B460上面 i7 10700只默认支持最高2933MHz的内存频率 而在B550上我们就可以看到AMD的诚意了 随意超频不做限制 随便一设置就可以让我们的3800X搭配B550 将这两根皇家戟提升到4266C18的频率 那此时内存的读写延时为77.7nm还是很不错的 接下来我们来简单的对比一下 这两个平台的性能差距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CPU-Z的跑分 可以看出来3800X对比10700 在单核性能上还是有所欠佳的 但到了多核跑分这里的确是能反超10700 而到了R15 R20的跑分测试当中 结果就有一些差别了 无论是单核跑分还是多核跑分 这两项测试当中的3800X都能小幅度领先10700 在Virate Benchmark里面 本身多核性能就有所领先的3800X延续了它的优势 在综合办公测试里面PCMark10当中 3800X代表的AMD反常的超过了英特尔平台 到了考验CPU解码能力的X264FHD Benchmark当中 10700反超了3800X5帧左右 而到了实际的渲染项目里面 同样通过Blender渲染一张画面 此时10700以不到一秒的微弱优势 战胜了3800X 看来跑分的确是不能代表一切 在进行游戏测试前 我们先来梳理一下两个平台3DMark的跑分 可以看到在每一项测试结果当中 10700的综合跑分都领先于3800X 到了实际游戏中在1080P分辨率最高画质的情况下呢 未开光追与DLSS的古墓丽影暗影中 10700最终平均帧达到了133帧 而3800X仅达到了124帧 到了孤岛惊魂星曙光当中 10700更是能够领先3800X15帧 而在刺客信条奥德赛当中 虽然两者这回帧数差不多了 但是10700全程最低帧数也有38帧 反观3800X最低帧只有29帧的成绩 就有一些些不够看了 在最后的终极大魔王测试 起码与砍杀2千人大混战中 这回3800X凭借55-60帧左右的一个成绩 战胜了仅有45-50帧成绩的10700 但是纵观整个游戏测试的情况 还是10700要更有优势一些些 看完了3800X与10700的性能对比 你就以为本期节目算是结束了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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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不是 既然之前我们谈到了这代B550 有如此强大的供电规格 那我们自然也要把AM4插槽上的 最强王者3950X放到B550排气炮上 去看看它是否能够带得动 也要看一看与X570平台上的3950X 能否有所差距 依照惯例 我们还是先来对比R15和R20的性能 能够看到放在B550平台上的3950X 虽然多核性能相比X570平台上的3950X 还是有些许差距的 但是在单核性能上反而有所领先了 在Blender渲染里面 B550仅落后X570不到3秒 到了Vray Benchmark当中 两者性能差距仅有1% 而3DMark里面各项测试得分也很接近 看来用这块B550排气炮 取代3650X真的问题不大 我们来总结一下这块全新的B550排气炮主板 虽然在芯片组上依旧与X570有所差距 并不能支持全部PCIe通道都变成PCIe 4.0 但全新的供电设计 IoE体式装甲侧板 支持高频内存 以及至少拥有一条PCIe 4.0的M.2插槽 这些方方面面几乎都完美的戳到了 原本嫌弃B450性能 然后又嫌弃X570价格的消费者们的痛点 这样刚刚购用的性能表现 的确可以带给我们多一项的选择 但根据二斤目前得到的消息来看 目前首发支出的B550主板都不太会便宜 随着时间的流逝价格 才有可能与主流的X570主板之间拉开差距 不过本来电子产品也就是这样子的嘛 早买早享受 晚买想折扣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二斤所有小伙伴的收看 如果大家喜欢本期节目的话 请问二斤点赞三连 如果大家觉得本期节目有用的话 请安利给你的小伙伴 现在的小伙伴不要忘记关注 订阅二斤打开你的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吧